歡迎各位回來居家樂業物理治療師的現場 我們講完讀書或者講一些實際的事 我們也知道做物理治療 很難說一次半次我就可以康復 我想八至十次都走不掉 很多情況下 當然要視乎你的問題在哪裏 據我所知 MSP不包 如果到時真的賣單 可能都挺慘的 有些甚麼方法 我可以減低這方面的開支呢 減低這方面的開支 就是找我們 你們有甚麼幫助大家呢 我們很好 高價長者也有些優惠 如果是學生也有些優惠 還有我們不會甘症 按你的需求 這個很重要的意思 按你的需求 有甚麼需要我們盡量幫你 甚至乎現在 我為了一些沒有保險的人 會容易得到物理治療的服務 我們也有一些運動班 是物理治療師帶領的運動班 如果是有需要的 就一個群組的形式 收費又相對便宜一點 但是當然你不用擔心質素 我們一定會確保 我們給予質素 一樣很好 我們會先做一個全面試 覺得你是適合去一些 群組的課程就去群組的課程 萬一你Touchwood有車禍的情況 ICBC是包含很多的 這個真的很興趣 在香港是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撞車受傷 是不需要任何醫生證明 他已經預約了你 Visio是看25次的 25次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有很多 對你們來說也有很多 也是很有利益的 OK 因為一個情況 如果你可以不用擔心不夠資源的底下 去看物理治療師 我們就可以幫你跟治症狀 跟治得更多 25次真的有多少 對 而且有需要時 我們也可以繼續寫一些延期報告 可以繼續延長時間 所以萬一撞車 但是少許的病痛就不用不開心 因為你也有很多利益 除了物理治療之外 針灸也有12次 RMT按摩治療也有12次 運動治療也有12次 所以整個套裝是真的挺好的 而你們這些服務就齊齊了 沒錯 那就不用到處找 沒錯 我看到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做這個健康中心 就不只是物理治療中心 而是我們會有中醫針灸 也有按摩治療 也有運動治療 再加上本身因為我是瑜伽導師 所以我也特意去開設了 一個很大的健康中心 可以有瑜伽這個課程 一條龍服務真是容易 對 為了市民不用本身已經痛 或者已經是剛撞完車 已經是身心疲累 不用到處找這些服務 只是我們一暫時會有這些服務 讓他不用說一個星期 去了七天都要做不同的治療 即是說其實如果是不幸運 發生了車禍的話 第一時間去了ICBC 就報了你這個claim 同時間如果真的身體上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找一些物料治療中心 或者是健康中心 就盡快處理自己的問題 是的 還有要記住 要12個星期內才可以有這個服務 如果出現了這個期間 就要再寫信去request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加拿大人特別活潑浩動 亦都很喜歡高強度的運動 包括滑雪 學棋 或者各式各樣的球類活動 其實運動創傷 也是你們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客戶群 其實我相信他們某程度上的原因 都是因為根健比較緊 即是沒有那麼大的彈性和強度 甚至乎是由於年紀的關係 就開始關節退化 肌肉流失等等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 去增強一下我們肌肉的力量 能夠減少這個運動的創傷機會 絕對是有的 其實我做了那麼多年物理治療師 我發覺最根源的問題 所有痛症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筋太短 太縮了 對 縮了 筋縮 中國醫療來說就是筋縮 肌肉太緊的話 就很容易扭傷 譬如如果我們的小腿肌肉是很緊的話 一咬柴便分分鐘斷筋或者斷骨 但如果好像我這樣比較鬆弛的話 筋比較鬆的話 那我咬到很緊要 都未去到一個breaking point 那就不會斷了 所以最根本就是 要拉鬆些筋 就會 prevent到一些spot injury 這麼好 難得我今天踩場 就想到你們這麼漂亮的健康中心 可否再過幾趟 當然好 讓觀眾都可以學一下 在家裏試試做 也幫助大家的肌肉 可以保持年輕和健康 是教運動是我們的強項 因為器材都不需要 那就好了 是的 我們一起試試做 首先我們把人躺平 躺平在地上 然後兩隻腳曲起 然後我們把右腳 繞著四隻腳 然後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大腿那裡 揽著 儘量把兩邊的膝蓋 都貼近自己的胸口 這個時候 你感覺到哪裡拉扯呢 這裡 對 屁股後面的筋拉扯著 這條筋都非常重要 我們在家裏做 每個動作 就可以hold住5秒鐘 然後做10次 好 慢慢放鬆 我們試試另一隻腳 曲起你的左腳 四字腳 然後把雙手 放在右邊大腿後面 拉近自己的身體 儘量可以感覺到 屁股後面的筋拉扯著 就對了 撐住5 4 3 2 1 然後放鬆 好 之後我們左腳蹬直 右腳曲起 把你的右腳放向對面 然後你的左手 就按住膝頭 把它慢慢彎下去 右手就打開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到 腰背和腰背的位置 都會有一點點拉扯的 好 頭向天 頭向天就可以了 OK 對 撐住5 4 3 2 1 然後放鬆 好 另一邊了 左腳曲起 踏去對面 然後右手按住膝頭 放在地上 同一時間 你的左手就打開 好像扭毛巾那樣的 拉鬆我們的腰背和大腿巾 撐住5 4 3 2 1 然後放鬆 我們回到中間 放鬆一下 好了 接下來我們學習的運動 要有些工具 我們一起拿起繩 然後把繩放在你的右腳 慢慢躺在地上 如果家裡沒有拉筋帶 也不用怕 家裡一定有長毛巾 也可以用長毛巾幫忙 好了 我們嘗試慢慢把腳踏向天空的方向 你會感覺到後面 手指的位置會很扯的 你嘗試把腳趾向鼻高 是不是立刻扯很多呢 嗯 這個就是拉向手指 然後我們很多人都會 IT band很緊的話 我們就嘗試把腳 拉到裡面的方向 慢慢慢慢你就會感覺到 整條筋都很扯的了 可以的話 嘗試把你的右手打開 然後慢慢把腳 放在地上 那你就可以拉到 條筋 也拉到腰背這個位置了 OK 5 4 3 2 1 然後慢慢曲回膝頭 曲回膝頭上 對 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OK 好 我們很快地做左邊腳 把腿放在左腳 對了 然後慢慢向天空的方向拉直 你感覺到後面大腿很扯就對了 勾起腳趾向鼻高方向 好 然後我們慢慢把腳拉近自己的身體的方向 很扯是不是 做得很好 慢慢嘗試把腳放在地上 打開你的左手 那你就會感覺到 腰和大腿都在拉緊 5 4 3 2 1 然後放鬆曲回膝頭 翻過來 OK 我們可以放開條繩了 看去頂頭這個位置 Bera 你家裡會不會有一個Foam Roller 不知道 我有 Foam Roller 很多時候都很容易買得到 而且是非常好的工具 尤其是你的IT Bank是非常緊的 很多時候 平時就這樣拉筋就難些 用Foam Roller來拉很有效果 那我們就在你的右腳 好 好 好 那我們首先 就 把Foam Roller 放在脚的中間 然後呢 我們把你的右腳 的Hip 坐上去Foam Roller 那裡 手呢 就曲起手肘 然後 你上面的腳就曲起 踩緊地 對 踩緊地 然後慢慢呢 我們就把下面的腳 離開地下 好像水平線一樣 OK 然後我們嘗試向上滑 然後向下 你感覺到什麼 滑的位置 有些鼻痛 是 很扯的 是 做得很好 好 那我們做的時候 慢慢去做 你感覺一下你的筋 的感覺 OK 做得很好 Foam Roller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去拉 如果我們嘗試一下 輕輕把身體 趴向地下的方向 一隻腳 即曲 左腳依然是曲的 然後上下上下這樣 你是不是感覺到 前面但他都很扯 很冤 對 對 這個也是對我們大腿筋 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OK 好 慢慢我們可以回皮身 今天暫時就教著你這幾招 好 雖然你就是膝頭痛 但是其實我們的筋 要拉筋的 小腿大腿大腿 腰全部都要拉 一整個 一整個 全身都有關聯 所以 最好可以在家裡多些練習 你就會很快好回來 好 謝謝 不用客氣 接下來我們不如學一下 做一些皮拉提的动作 好吗? 好 我们刚才学了拉筋运动 有没有觉得已经松了一点? 有的 那就非常好 我再在肌肉强化的层面 再教你几招皮拉提的动作 希望我们可以强化我们的肌肉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痛症 也是因为我们肌肉不够力引致 我们很多病人腰酸背痛的时候 是我们的核心肌肉不够力量 很容易就导致他们很容易很累 或者很容易受伤,弄傷自己 那我们就学几招 拉提在家里也做得到 好,那我想先教你们 其中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招式 它在强化我们的核心肌肉之余 也可以拉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臂肌肉 好,那不如我们一起试一次 好 我们慢慢躺下 双脚伸直放在地上 好 那我想你们由脚 直行天花板 手摸着大腿上去 对了 上身离开脚 直至肩甲骨离开脚 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下面的脚 都微微离开少少地 pontote 待会我们吸气的时候会转 呼气 把另一脚大腿拉起身体 再呼多气 再拉起多一点 对了 吸气转 呼气拉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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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我们的上下腹 应该都会感觉到有用力的感觉 如此同时尽量保持我们的身体稳定 不要动 对了 呼气 呼气拉起来 呼气再拉多一点 呼气转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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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多最后一个 呼吸气 呼气拉 呼气再拉多一点 最后一个 呼 好 曲脚 慢慢把人摆下 脚也摆下 好 感觉到肚子有点感觉吗 有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很多时候 都未必能用到我们的肩膀 这些动作可以帮我们 强化我们的腹肌和核心肌肉的力量 好 接着我再教你们做一个 皮拉提斯 都挺特别的一个动作 叫做100 100 不要被他吓到 一般 一般下手 我们先由简单板开始 我们右脚 左脚 逐脚 摆在一个 我们叫做Table Top的position 做得很好 膝头 高 好 一会儿我们上身上来之后 都是一样的肩甲骨离开地下 我们两只手伸直的 我们配合呼吸 吸五下 呼五下 同时间拍手 我们来了 吸二三四五 呼二三四五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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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好 你们 我们试试把难度增加 我们伸直我们两只脚 对了 上身尽量保持不动 再来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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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试试慢慢曲脚 放下 我们今天小试游刀 只是试着五十下 如果你觉得你能力许可的话 其实你可以慢慢将它增加到 六十七十三画幅 他们原本的灰石就是一百下的拍手 OK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练完前面 我们不如练完后面 好 好 接着呢 我们会做一个类似的动作 的动作 很多时候我们普罗大众 拿来练我们的肩膀 但是在腿上 我们经常都讲求我们的核心肌肉 要稳定之余去动我们的手脚 所以一会儿 我们的肩膀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会动我们的脚 好 好 我们试一下呢 两只手前臂摆地下 雙手手指紧扣 手肘呢 刚刚在你的肩膀后面 留意哦 我们的肩膀不要收起啊 如果你觉得OK 我们慢慢伸直两只脚 那么呢 与此同事呢 我们留意自己的姿势 看看 你的肩膀离开盆骨那么阔 对 对 盆骨那么阔 对 那你留意哦 因为很多时候做Plank 我们很容易 可能会扣起了 或者肚子扣了下去 都是不对的 我们呢 尽量保持整个身体积 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 那我们增加难度了 一会儿 我想你们同时伸直 你们的右脚离开地下少少少 我们呢 会在这儿抛十下 好 碰地下 好 碰地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转另外那边 尽量保持你的盆骨不动 你们好厉害哦 好 做最后你左脚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非常之好 好 我们慢慢跪下 我们下放松的腰 是不是很累啊 是的 好的 谢谢 今天很感谢Emily 和Sophie的时间 除了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信息之外 亦都为我们亲身示范了一些 比较简单一些 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些 瑜伽 拉筋等等的动作 希望大家都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在家里多多练习 当然啦 如果你有时间的 亦都有兴趣的 亦都不妨可以参加坊间的瑜伽 或者是拉筋班 有导师指导 就像Sophie和Emily那样 相信效果在家里做 自己做是会更加好的 同时可以上这些小组活动的时候 亦都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 一举两得 我觉得是挺好的 最后也提提大家 虽然物理治疗这一行 是条路真的不容易走的 需要过五关 斩六掌才可以考到牌 但是若果你对这个行业是有热成的 亦都不妨真的可以坚持一下 给点心机 请教多些前辈 看看怎样可以在加拿大 考到这个物理治疗牌 在Healthcare这个行业 可以大货光彩 始终我也是说这一句 因为物理治疗这个行业 是加拿大一个高需求的行业 前景都非常乐观 再一次多谢Emily 和Sophie 亦都多谢大家观赏我们这次一集 下集见啦 拜拜 新年流流 当然要大派福你了 除了刚才的简单拉筋动作之外 我们亦特别邀请Emily 和Sophie 为大家示范一下 难度高一点 但姿态优美的空中瑜伽 麻烦两位 我们抠起膝头 手抓着前面那块布 然后坐低一点 我们将脚穿进去 卷一个圈 对了 然后再触高一点 握着脚 卷多一个圈 OK 接着我们将膝头 在膝头上放膝头上 然后稳定好自己之后 我们双手打开 多谢各位收看 本集内容如何 喜欢的话 请大家 comment,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